马来西亚国际电影节日前登场 赵德英导演指导的台湾电影《卓人秘密》 获选为开幕片 赵德英表示《卓人秘密》一共有13个版本 这次在大马电影节的版本 与看成影展播放的版本约有20%的不同 充建故事脉络更符合马来西亚的审查制度 赵德英导演期盼种族融合的大马 在电影产业上也能更为多元 你的感受是最重要的 我觉得台湾相对在创意跟文化上 当然发展已经是属于是 有一点点成熟的地方 那马来西亚我觉得我也看到了 电影的多元性是还不太够的 比如说艺术电影可能上映比较困难 因为马来西亚据我了解 是一个多元文化种族融合的地方 我觉得它可以更多元 更开放的来看不太一样的电影 毕竟这个地方是多元融合的地方 身兼着人秘密女主角 与编剧的吴可希指出 两年前全球MeToo反性少尔运动热潮时 她回想起自己刚出道当临时演员 曾被导演羞辱 得到轻微创伤症的往事 才写出这个剧本 今年的电影节 也有四部台湾作品入选 大马台北经文处 齐许大马国际营展 能持续搭建电影平台 鼓励电影工作者 台湾最近刚刚成立的文化测经院 这个文化测经院也都非常鼓励 跨国之间的合作 我们德英导演也有很多 比如说您的那个《再见瓦城》 它就是一个跨国的合制 那我也知道说 要把一个电影做好做大 一定是要朝国际化 跟跨国的这个合作来发展 大马台北经文处表示 两国电影产业交流频繁 大马电影工作者过去曾多次 获得金马奖创投及奖项支持 跨国合作能促使相互成长